土色的砖墙,光线并不算墙,却也不算阴暗,但是就是透露出一种诡异 屋内就是夕阳家具,那个古董电唱机,貌似随时自己会想起来 这里装置的很像是一个民国的大户人家 甚至门口那台古董冰箱,好像里面装置的都不是食物,而是你印象不到的东西 这栋诡异的旧楼,的确是一个拍恐怖片的最佳圣地 而京城81号,这部2014年上映的票房还算不错的片子,就是出自于这里 这个就是北京著名的朝内81号 非常神秘,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Yolanda,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朝内81号,破败的诺大院落 里面是两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惨破不堪的小洋楼 这两栋小洋楼就是人称中国四大兄宅之首最著名的鬼宅 围绕北京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鬼宅传说流传许久 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也正是这些版本,再加上影视剧作品的成功 引发了人们对这栋小楼更多的猎奇心态 如今的朝内81号,已经是个喜欢探秘者去打卡的网红圣地 但是曾经关于这里的传说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吧 1921年初,位于朝阳内大街两栋漂亮的法式小楼眷工 这两栋小楼分东西两座 分为地上三层,另大一层地下室 顶层是阁楼,四周为拱形装饰窗 我们现在看到的朝阳81号这两栋小楼 暗红色的砖墙,满是岁月的痕迹 爬山虎几乎遮住了楼体侧面一半的面积 隐隐戳戳的能看到窗户的拱形轮廓 陈旧诡异破败 但是其始建初期 这两座老楼建筑风格是欧美折中主义 在那个年代算是很漂亮的小楼 民国时期,关于国民党姨太太求子而产生的诗音传说 应该是这栋小楼最先蒙上诡异色彩的开始 诗音说的开始是这栋小楼一到晚上就会有女人唱歌的声音 有的时候配上婴儿的骑哭的声音 有的时候还会有碎玻璃的声音 这种种加在一起,显得格外诡异 当然婴儿晚上哭闹也不是什么值得人特别关注的事情 人们也不会为此而联想到什么 直到附近开始接连有孕妇失踪案件发生 警方一举破案之后,人们才细思疾苦 那么警方破案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正是这栋小楼里 在小楼的地下室里,警方发现了大量被抛覆的孕妇尸体 他们的孩子被从腹中取出惨死 而胎盘却不见了 后来警方那边也破案了 据说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因为生不出孩子而被歧视 听信巫医的说法 吃了胎盘可以会怀孕 她就抓了很多孕妇回来 抛肤吃掉了胎盘 后来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据说还是被法办了 但是问题来了 一个没有孩子的大宅 一个急于求子的女人 这么惨烈的行刑现场 那一入夜就有的女人的唱歌的声音 和婴儿的啼哭的声音是从哪来的 时间来到了国共内战时期 朝内81号搬来了新的主任 还是一位国民党军官 不知道这位知不知道上一任业主 在地下室都做了些什么 也许那个年代的地产经济 没有披露房子历史的职业道德吧 反正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无缝衔接吧 这位新来的军官搬进来之后 晚上又开始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房子里有莫名其妙的声音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可怕的 但军官是一些军人 他可能没有那么胆小 后来军官娶了一位姨太太 这位新娶的姨太太一住进来之后 奇怪的声音就变少了 直到1948年年底 国民党大撤退 军官只带着妻子去了台湾 把姨太太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了小楼里 从那时候起 很长一段时间 街坊四邻经常听到楼里 那个姨太太悲悲怯怯的哭声 后来一个好心的街坊 想上楼安慰安慰她 结果一进门 发现姨太太早就想要自杀了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验尸 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这一点 于是朝内81号成立一个令人畏惧的地方 其实到了这里 我想说大家都会恐惧未知的声音 尤其是独处的时候 比如我现在一个人 在这里写着个稿子的时候 我的狗换个睡姿发出一点声音 我都吓得准备逃出这个房间 以为我被谁警告了 但是我们不能让经人的恐惧 控制我们正常的思维 我们要有找出一切虚假材料 蛛丝马迹的精神 于是我开始了翻资料 我仔细查关于朝内81号的历史 虽然在民国期间到解放初期 这里的门牌号码是69号 但是这并不至于混饶 他曾经有过的业主 我始终没有查到过 有关于国民党军官入驻的资料 那么这两位前后脚入驻的 国民党军官就是子虚不有的 所以到了这里 我觉得这两个传说可能就是个故事 可能是结合了影视作品杜撰出来的故事 时间到了90年代末 这中间朝内81号历经磨难 经历了历史长时间的考验之后 终于又迎来了新的鬼故事 90年代末 经过多个部门的努力 终于准备将这个小楼拆除重建 但是在拆除的过程中突然被叫停了 2001年夏天 森豪公寓正在施工建设 森豪公寓正好就是在朝内81号的对面 夏天天气热 大家总喜欢在休息的时候 躲在有阴凉的地方休息 不知道是谁发现了对面81号里面特别凉快 那个时候的朝内81号 被拆迁搁置之后 就一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 这样一来 朝内81号就成了一群民工纳凉的地方 按照剧本的发展 到了这个时候 这些有尽头的民工就应该遇鬼了 果然有一天晚上 工地的几个工人喝酒后 到森豪公寓的地下室小便 突然 他们感觉到森梁上一阵寒意 转过身来 发现地下室的墙上有个小小的洞 正在往外呼呼地猫着凉气 其中一个胆子大的 一脚踹过去 就把那个洞口踹成了一个 能容纳一个人进去的大的洞口 正所谓九状怂人胆 他们中几个年轻力状的工人 就想进去一探究竟 他们拿着蜡烛手电照明 一个一个走进肚里去查看 进去以后发现 这个洞很像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 这些工人里面有一位年纪大 有阅历的老工人 他感觉不对 他说 这个地方太邪性了 咱们不能再往里走了 再往下走 不定能遇到什么呢 但是几个年轻人不相信 姜还是老的拉这个道理 按照剧本 这种人设是死得最快的 我无其然 他们就是出事了 老工人劝不动他们 只好自己回宫棚 过了半个小时 老工人无意抬头看了一下对面81号楼 突然发现对面窗户口有个人拿着蜡烛 蜡烛的光微弱的印在玻璃上 突然像是一阵风吹到那个蜡烛一样 蜡烛的火苗就晃动起来 然后蜡烛熄了 随着蜡烛微弱的灯光熄灭之后 窗户后面似乎站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长发女人 在往森毫公寓这个方向看着什么 老工人以为自己眼花了 擦擦眼睛定睛细看 似乎又没有人影了 正当他准备移开目光的时候 突然窗户上有个硕大的鬼脸 冲着他咧开嘴笑了 这可把老工人吓得不轻 他是一夜都没敢睡啊 睁着眼睛等着那几名年轻工人赶紧回来 可是等了一宿 几名年轻工人也没有回来 从此几名工人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失踪了 结合了这件事 人们就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为什么之前轰轰烈烈拉开架子要拆迁 突然就停工了呢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要知道81号院占地四亩多 比一般私家宅院大得多 而且朝阳门内早已成为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 加上产权已经全部解决了 为什么突然就不拆了 所谓专家的历史建筑保护的说法 真的能让人信服吗 结合森豪公寓的几位民工的失踪 大家传说 在81号地下室有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 随后更出现了81号地下室连接着整片地区的地下通道 而81号则是入口的说法 还有人提出了一位住在朝内大街79号的白胡子老爷爷 传说这位老爷爷身居简出 没有人知道他的岁数 他很像是守着这一片地下秘密的守护者 在真真假假的传说中 这两栋小楼似乎真的无人问津了 就这样诡异的废弃在那里一直闲置着 只是偶尔有电影电视剧的剧组来拍拍戏 由于长时间无人居住 原来围绕小楼生长用于遮阴 垂直绿化的爬山湖 风长到了窗框的窗户里 这样一来小楼里就显得黑油油一森森的 看起来有些甚人 容易让人浮想连篇 有人认为81号院闹鬼的传说 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样的一种场景 也是小说家剧作家的创作灵感得以激发 先是小说朝内81号问世 然后根据小说改编 并在小楼进行实景拍摄的同名电影杀青 据说影片宣传发布以后 81号院的产权单位天主教会 以鬼宅损害了宗教形象为由 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异议 电影更名为京城81号 改了名人们仍然认为京城81号就是朝内81号 那么真实的朝内81号是个什么样子呢 此时我们必须要科普一下了 科普可能没有鬼故事来得过瘾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让错误的信息占据我们的大脑啊 朝内81号的房主其实是法国人蒲伊亚 她和妻子法籍中国天主教徒朱德荣一起住在这里 1930年9月68岁的蒲伊亚因病去世 她的夫人朱德荣女士就一直住在这栋豪宅里 日委时期由于朱德荣女士的法国国籍 日本人也没有骚扰她 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朱德荣将院内的西楼一层 出租给天主教奥斯丁兄女会在此设立了普德诊所 1948年5月5日 爱尔兰人天主教卫增爵会的 司义孔文德筹集国币10亿元 购置了朱德荣的这个大院 并承诺这里将永远作为天主教堂使用 而朱德荣则继续住在这里 解放以后 81号的天主堂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 1953年将院里的16间房租给了中国煤矿文工团 后来成为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家属宿舍 这样一来 当初外籍传教士对朱德荣的承诺已不能兑现 面对院里嘈杂的环境 年过七旬的朱德荣在这个小楼里的生活进入了困境 直到1960年 朱德荣悄然搬出这座院落 自此不知所终 讲到这里 我深感讽刺 这个小院子里传出那么多失踪可怕的事件 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而只有81号院的前房主朱德荣的失踪是真实发生过的 但是他的失踪没有引发热议 没有人报警 没有人寻找 也没有人关心他是死是活 那时正好赶上大饥荒时期 饿死的人数以千万 谁会关心一个没有生活来源的古老太太的死活呢 当然人们更想不到老太太留下的这个房产 现在已经修缮一新 每年租金就高达三千万 无疑是一笔巨额财富 时光荏苒 一晃99年过去了 这座院落的历史 以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就像这小院里两栋小楼被疯涨的爬山虎一样 紧紧包裹 密布诗人 又宛如美丽的少女 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而当追忆发生在这座院落里的故事 就像是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很精彩 却也很影视剧 却不知道这栋小楼的原始主人 始终只是坚信天主的朱德荣老太太 在哪里安息 好了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住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我们下期见